歡迎回來新聞大白話 我們來關注一下 中東的戰火四起 現在哈馬斯反擊了 在以色列的第二大城 特拉維夫現在也傳出了巨大的爆炸聲 附近的居民聽到了爆炸聲之後嚇壞了 想說這個戰爭要開始了 現在哈馬斯承認 已經發射了兩個火箭彈來進行報復 以色列的國防軍講說 這個飛彈並沒有進入到以色列的領土 但是的確跟特拉維夫這邊 這個是滿接近的 哈馬斯也承認 就說這個火箭彈是他們發射出來的 目前以色列跟黎巴嫩 他們臨時邊界衝突 已經導致了黎巴嫩真主黨 400多人死亡 美國他們的信品機構會議 他們就講說以色列接下來 因為有可能都是在戰爭的 這個陰霾籠罩之下 所以對他們的經濟展望已經調整了 定為負面 所以從A下調到A 主要原因就是加薩戰爭 如果接下來不只加薩戰爭的話 恐怕影響更加的劇烈 以色列現在等於說三面作戰 又有黎巴嫩又有伊朗 又有衝著這個葉門 美軍的前上校就講 這個現在以色列70位特種兵 以及美國的美軍 在葉門這邊已經遭遇到伏擊 已經全數被殲滅了 已經有在這邊也有衝突產生 那葉門的青年運動軍 運動叛軍 他們就強行關閉了聯合國機構的一個辦公室 所以現在看起來事態也在升溫當中 那伊朗也有最後的通牒 他們現在講說 本週如果談判失敗的話 將會採取攻擊行動 必須在本週跟巴勒斯坦 就是以色列要跟巴勒斯坦這邊的組織 來進行一些提火的協議 可是現在面臨到的 以色列又要對著伊朗 又要對真主黨 就是等於說兩面都是敵人 兩面都需要來談判 那還有伊朗現在拒絕回對 這個以色列報復威脅 為什麼呢 拒絕收回 對於他們的報復威脅 現在西方講說 這個缺乏邏輯啊什麼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看一下法新社講說 西方國家希望你能夠不要報復了 可是伊朗的發言人講說 你們這種西方的講法 憑什麼叫我們不要報復呢 這是以色列先發動的 一次又一次的暗殺 所以就他就怒向西方說 你們這樣的要求 根本就是缺乏政治邏輯 所以現在等於說 誰來勸都勸不動伊朗了嗎 伊朗的媒體也講說 現在軍方正在北部進行一些演習 敘事待發 以色列的空軍也已經備戰了 他們現在全面的限制出境 因為萬一伊朗一旦發動了這趟攻擊 以色列的空軍將會全面的啟動 路透是講說五角大廈提出來 現在布林肯批准了向以國在出售190億美元 這樣子的一個軍售 包括F-15跟一些設備 人家講說你不是要去調停嗎 你怎麼一方面又跑去賣軍武了 所以那你居心何在 你其實是要去做生意的嗎 另外美國也派了航母過去 趕快去到中東這邊 也就是說他可能也希望保持這樣的一個衝突 但是不要擦槍走火 所以他的航母還是必須要到中東這邊來作證 美國的媒體也講說 根據以色列的情報圈評估 伊朗很可能會在15號 甚至在加薩廷火協議談判舉行之前 就對於以色列進行報復攻擊 現在目前奧斯丁也下令 就是說要攜帶154枚的 戰斧巡弋飛彈的核動力潛艦 喬治亞號也要抵達中東這邊 還有林肯號的打擊群 也是在這邊旁邊馳援 這也是對於五角大廈來說 他們平常很少會討論說 我的潛艦放在哪 這也算是一個滿特例的情況 所以這算是一個美國國防部的重大聲明 那趕往了中東之後 伊朗的海軍就回嗆了美國說 你敢來我家門口 我也能夠到你家門口 所以現在美伊之間 伊美之間的軍事緊張 已經再度升溫了 特別是在波斯灣 以及周邊的一些地區的活動 那我們看到 伊朗的海軍艦隊指揮官就講說 我們伊朗艦隊具備抵達 離美國海軍最接近位置的能力 他們現在已經有完整的作戰能力 所以直接伊朗已經在跟美國叫板了 看起來中東的局勢 雖然一直在說倒數倒數 但是雖然還沒開始 可是的確一直在神聞 雙方的叫囂 甚至是三方多方的叫囂 都一直持續在講更狠的話 我們來問一下介老師 介老師怎麼看 其實就是說現在這個中東情勢 伊朗跟以色列 就是說兵戎相見的 可能性當然是很高 可是我覺得現在感覺 這個主動是在伊朗方面 他已經基本上 讓大家都已經怎麼樣 都已經 也不是慌了手腳 已經做了很多的動員 這些動員都是要付出代價的 還有這種造成的心理上的陰影 事實上是滿大的 所以我覺得伊朗基本上是 在跟美國 以色列 還有西方集團 在做一種博弈 這是一種在鬥志 而不是在鬥力的一個過程 目前為止 所以你可以看出來 我們總結一下過去一段時間 十幾天來這樣子的情勢 就是可以說零星的戰火 事實上不斷 沒有斷過 一下這邊出了幾顆火箭彈 然後那邊又有爆炸聲 然後又在黎巴嫩首都 又聽到了這個 好像是F-35戰機出現的聲音 那個又有巨響 這種東西我們在媒體上 幾乎每天都看到 所以就是說零星戰火不斷 我覺得這都是人為操縱 有人在做一個總的一個策劃 另外一個就變成就是說 口頭上的校正 可以說是怎麼樣 越講越狠 說我一定要 要你付出代價 你在那邊胡扯 你沒有邏輯 很重要在維持一個緊張的熱度 維持一個緊張的熱度 維持一個緊張的熱度 可是另外一方面 事實上我認為第三點特色就是說 台面下的外交斡旋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的熱烈 美國跟伊朗之間很早在這個危機開始的時候 就已經直接雙方的外交人員已經接觸了 而且有一個特性 我覺得這對以色列來講是一個警訓 是沒有以色列在場的 也就是美國直接找伊朗在談判 最近伊朗就放出一個風聲了 公開講說 如果你讓我參與今天加薩澡廊投 這個所謂的停火的談判的話 我就可以放棄我報復的權利 所以事實上這個談判 到談到這個份 事實上可見雙方已經進行了很久的 這些斡旋 所以從伊朗的角色來看 他認為這個是一個好機會 為什麼 因為美國跟以色列 在以阿衝突裡面 基本上就有一些立場的不一致 以色列內部 現在以他的加蘭特 他的國防部長跟現在的 內坦亞胡總理之間 又有公開的怎麼樣立場的對立 所以其實從伊朗的角度上 他可以見縫插針的地方非常多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他們以色列 倒是說 說伊朗內部有問題 我倒覺得伊朗這一次 在處理這個危機的時候 他的外交還有他的整體的策略 其實是有相當大的 怎麼講的 主動權 跟他的整個布局都還滿完整的 軍事上不可能打陸地戰爭 因為以色列跟伊朗相隔1200公里 不可能有軍隊職業 所以就是空中的這個武力交產 那現在伊朗已經把它提出來一個 就是最近的說法 我如果說加入談判的話 停火談判的話 或者停火的話 我就不打了 我就不報復了 這個其實我認為上 其實上應該是伊朗在外交上的一個 取得上風的一個表現 不過我覺得就是說 並不是表示外交有成就 戰場的就會停火 也不一定 不過我覺得這個事情 整個還在發展當中 好 我們來請教一下建長 伊朗這一次的動作 可見他是有想過的 怎麼說這件事情 也就是現在 無論是伊朗的軍方或者是革命衛隊 他現在都在做軍演 他做這個軍演 就是活活的把以色列給耗死 為什麼 因為以色列他的這一個戰時內閣 以及他的部隊都在應變 戰時內閣在地下辦公 可是我就一直這樣子軍演 其實就是軍演 我沒有要對你實施報復 但是其實對於以色列來講 是各種不變的 而且以色列就會一個不小心 就把自己的部署給暴露出來 那伊朗是不是應該要回擊 的確如果按照聯合國憲章的話 有禁止使用武力原則 但是先動手的是以色列 而且伊朗的上一次 他也就是符合比例原則 而且只對單一的以色列進行攻擊 而且非常有節制 所以這一次這樣的舉措 其實都是思考過的 我們來討論談判的話 其實他們應該去跟我們 東吳大學的劉碧蓉老師學 為什麼 因為他其實有講 劉碧蓉老師上個有講到這件事 談判的本身不是取跟捨 而是如何交換 你一直都沒有想到交換 就是不是我打你 就是你打我 為什麼沒有想到去交換 紅海的安全 現在紅海一天到晚 不確定什麼時候 一樣被那個 夜門的這些胡塞組織打得胡說八道 然後你美國現在一共打出了 一百三十多枚的標準二型 標準三型 標準六型的這種飛彈 這樣的耗用還不夠高嗎 那你美國派了這一個 那個喬治亞號去 其實也就是做這種延伸威擇 延伸威擇 那其實他是要提供以色列核子保護傘 但是不必以色列也有 也有核子武器 那他其實是一種防擴散的工具 但是我們必須要這樣子講 他這樣的做這種延伸威脅 反而就提供了伊朗一個發展核武的 合理化的一個條件 那另外我們這樣講 我們剛剛講到談判的問題 我們有想到在1962年的 金爆十三天嗎 那金爆十三天 當初是怎麼達成 這樣的一個妥協的 也就是談判是如何成功的 也就是我們剛剛講到的交換 就是用古巴的飛彈 交換美國在義大利 跟土耳其的飛彈 這個事件就落幕了 其實這個真正需要 無論是伊朗或者是以色列 甚至於美國所深思的 好 來請教黃老師 目前 我先順著艦長的話 來講一下好了 目前在中東這個地方 伊朗的演習 我覺得目前還是只是虛張聲勢 為什麼呢 因為雖然說你從標題看起來 伊朗軍方在演習 但是演習如果他不是靠近 以色列比較敏感威脅的地方的話 其實這個演習基本上就是一個 不滿或是不高興態度的展現 那這地方在哪裡 一個地方在伊斯法罕 在伊朗伊斯法罕 他其實是在伊朗的中部偏西邊一點點的一個蠻大的一個省 他沒有接任何的海 他要往西邊走 到伊拉克的話 至少大概還要400公里 更不用講說伊拉克還要跨過去才可能觸及到以色列 另外一個伊朗的海軍在哪裡演練 在演習 他是在伊朗的北邊 北邊是離海 南邊是波斯灣 為什麼伊朗不在波斯灣演習 感覺好像跟以色列那邊比較近一點 或者是比較常看到伊朗以前從那邊攻擊 因為波斯灣有美軍 所以伊朗他的海軍在離海 那離海他在伊朗的北邊 往西邊看 亞塞拜然等等 還要跨過去很遠 跨過土耳其才到以色列 所以你可以發現他離以色列有點遠 但以色列當然他譬如說空軍禁止出境等等 當然就是為了預防萬一 可是伊朗目前看起來 我記得從8月初 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 說24小時到48小時就可能開戰 已經今天都8月中旬了 布林肯又飛到中東去了 但我不覺得美國人會冒那個危險 就是即將開戰的危險 然後把他的國務卿送到快要開戰的地方 所以現在還是在檯面上檯面下的 各種的外交的交換 或者是角力的斡旋 我們也看到了包括像在教廷 教廷他也派他的國務院長 就在8月12號的時候 也打電話給伊朗 說你們可不可以大家相安無事 各退一步等等 所以我們只能看到說 各方都在努力的斡旋 那會不會有報復 我想多多少少一定會有 就像哈馬斯 但是會不會有大規模的攻擊 我覺得還是要看最近的 檯面上檯面下的斡旋 檯面談判之後才知道 好 你先休息一下 王州馬回來 祝的安全活的平安 依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